地球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的外太空小行星和远时的撞击,而且有些大规模的撞击使地球上的生命遭受灭绝的恶运。 为了预防物种大灭绝的恶运再次重现,人类必须对宇宙中的小行星行踪进行跟踪,并且根据它们的运行轨迹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。 目前人类的科技已经能够检测到小行星的运行轨迹了,因此能够在小行星靠近地球之前就提前模拟它的轨迹路线。 对于那些只是掠过地球上空的小行星,科学家表示还不足为患,而那些直接冲向地球的小行星,科学家则必须采取措施进行预防。 而目前采用的方法就是对小行星的轨道进行偏移,让它偏离撞上地球的轨迹。 美国航天局作为世界上航天科技最为领先的机构,已经发布了防御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战略计划。 根据美国航天直行星防御研究人员林德雷的介绍,MASA已经对超过一万八千个直径超过一百四十米的近地天体进行了记录,这其中就包括了距离地球三千万英里范围内的所有小行星。 同时在这些近地天体中,有九成天体的直径达到了一公里甚至更大,对地球构成威胁。 精华天文学家表示,小行星撞上地球的几率很低,但是不能够忽略它们对地球造成的威胁。 李德雷说道,一把情况下,小行星需要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,才能够到达地球。 倘若没有任何的应急方案的话,那么这也能为人类撤离撞击地区,提供时间保障。 虽然科学家可以利用天文望远镜对太阳系内的小行星精心观测,但是那些难以察觉的陨石则会对地球造成威胁。 俄罗斯的圣里亚别斯克就遭遇过这样的事故,时间是在2013年,一颗直径大约为20米的陨石,出现在圣里亚别斯克的上空,随后发生爆炸,导致了许多建筑物受到毁坏,并且造成上千人受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